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钟继荣 近日南加州几个城市以帮助城市发展 促进环保为由 计划提高销售税 像是华人密集的雅凯迪亚市推的A提案 计划再增加0.75%的销售税 并且将在6月4号公投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项增税提案呢 增加税金之后的用途又是什么 本台请到了雅凯迪亚市议员 戴守真为观众们做说明 去年我们找了居民 一些居民像会计师这些人来查账 来查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减 结果没有没有地方减 就只有增加 要增加税的 或者增加parcel tax 地产税或者是买卖税 那我们想地产税是 Akalia居民在买 再出就不好 那买卖税呢 因为是外买的客 Akalia买东西的人就出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用Major A 那么这个经费呢 是用来补助这个当初那个 Calper Employment Retirement Benefit 他寄给我们一个账单 说我们欠他们八百万 所以八百万我们出不起啊 忽然间下一个八百万的账单来 所以这个是来补助那个作用的 不是给员工加薪的 警察局最大一个部门 我们就裁掉七个警察 消防局是四个警察 其实四个消防员 然后Akalia有三个消防部门 部队 一个在两个在南边 副业的南边 一个在副业的北边 那现在裁掉四个 那个北边那个station就关掉 就是留下两边 两个在两边 那对北边的房子会有很大影响 那么用增加的税收 来解决亚市公务员养老金 八百万元的空洞 对于该市的纳税人是否公平呢 戴守珍表示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退休这个Major A 是钱拿来 是给市府的退休金 不是 这是以前我们聘请员工时 跟他们的合约 所以现在呢 如果说不要投 那当然的获果就是 我们的警员会被裁员 因为那八百万 没办法拿出来 那就要想办法拿百万 就把那些警员裁掉 消防员还裁掉这些 假如说裁员的时候 每个部门都裁八个percent 警察局才八个percent 消防局才八个percent 公共设施也才八个percent 马路修得也比较慢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大家一般认为 为什么不公平 事实上我们享受的福利 就是因为有任何员工 在5月20号之前 上网登记的选民 目前应该收到了选票 请民众注意 选票必须在6月4号之前寄出 或者投地至市政厅 终点终望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